尊敬的普京总统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 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 即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 去年我和普京总统商定 2024 至2025年举办中俄文化年 今天双方正式启动这一文化盛事 相信这将为中俄友好的世代传承 为两国人民的相知相亲 注入新动力